在這區有沒有看到老鼠? 有…久不久見 通常晚上, 老鼠會看到草蟲走 這麼大隻?很可怕 港島南區一個大型屋苑 最近出現嚴重鼠患 有老鼠沿著大廈外牆喉館 爬進單位裡找食 一個個食物包裝袋 懷疑有被老鼠咬過的痕跡 番茄、番薯、香蕉全部無一幸免 令住戶紋鼠色變 晚上也很怕會紮醒 出來看看老鼠會否去食物 是挺滋擾的 最主要影響到我太太 因為她比較怕老鼠 有時候晚上也會紮醒 從片段看到這個大約半尺長的老鼠 沿著大門門框爬下 在地面看見我伸手敏智 輕易跳過閘門的縫隙 還沿著走廊不斷地跑… 不用幾秒鐘 已經跑到另一個單位的鐵閘裡 住在一樓的曾山哥 幾月前開始發現家裡有老鼠 突然有一晚我聽到 有些噱噱噱噱噱的聲音 在廚房裡發出來 我一走進去廚房開眼燈 就立即沒有聲音了 然後持續幾萬也有 還有我也發覺有些老鼠屎 在這個位置裡 還有在地上都是有些老鼠屎 有些老鼠屎在這裡 所有的食具 我們譬如晚上吃完飯 洗完碗就抹掉它 就放在碗櫃裡面 都不敢全部放出來 因為很怕老鼠會滑過 就連食物都會用膠袋封好 為了趕著老鼠 它更加出盡法寶 在客廳窗邊放置老鼠膠 我估計老鼠就在這些平台地方 沿著水渠口 一直爬進廚房窗裡 老鼠籠基本上我晚上臨睡 就會把機關關掉 擔心老鼠爬進屋 增生長期關門窗 做足預防措施 不過說到最厲害的滅鼠法寶 就非它莫屬了 這個是超聲波的驅鼠器 它會發出一些音頻 老鼠是很討厭的 可以示範一次給你看 就是如果我們按一按按按鈕 這個就是我們常人可以聽到的 其實我拔了個按鈕之後 老鼠也會聽到這樣的音波 希望可以把鼠可以驅除它 明明是一個安樂鍋 但是現在住戶每天都擔驚受怕 食環處這一天在屋苑周圍巡查 他們用牆棍檢查草叢裡 有沒有老鼠出沒 並放置老鼠來 為什麼突然間多了這麼多老鼠呢 其實都不是很突然的 因為我們南港島線剛剛開了 這幾年工程就在地底不斷掘 所以我相信這幾年間就把很多地下的老鼠鬥 都掘走 所以就把老鼠逼上地面 他們這幾年間就在我們的 譬如有些花槽的地方 找到他們的擠身之所 老鼠繁殖速度越來越快 這道鼠患情況非常嚴重 他說每星期至少收到十多宗街坊投訴 管理處方面都已經加強了很多的老鼠藥 其實一路以往我們都有一些 鼠蟲的承辦商是幫忙的 以往我們就在一個區裏面 可能就只有80個位置的鼠藥 現在我們都增加到110的地方 還有我們都找了食環處來 去跟我們一起巡區 就看看哪一處最多 最容易是老鼠拿藏的地方 不怕的時候 你是一個苍藏的地道 是雍的稍藏